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叫蒋宁瑞 我在宾州印尼亚大学就读金融专业 今年大二就是我的IOP故事 我认为学校宿舍有很先进和完善的设施 像有计算机房 有单独的打印室 还有公共厨房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便利 然后我觉得十分有趣 因为在宿舍能遇见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 然后我们可以交流各国的文化 然后一起做游戏等等 然后在学校宿舍 经常能遇到各种的朋友 大家都很友好 然后我们会互相交流一些留学经验 还有一起学习在公共学习室 住在学校宿舍我感到很安全 因为这里有24小时的校警会巡逻 我认为IOP的教授都很专业 友好 而且很热情地帮我们解决各种 无论是在学习上遇见的困难 还是在生活上 只要他有时间的话 他们会很乐意地跟我们交流 例如我刚来IOP的时候 语言还不是很好 于是上课不能完全理解老师说的内容 于是我下课去到老师办公室 他很乐意地帮我在此重温课上所说的内容 而且给了我很多有用的资料 在IOP通常是小班教学 偶尔我们也会有大班 在小班里面 老师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学生 然后很乐意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 学校设有专门的留学生办公室 为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留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而且IOP的学生和老师都很乐意帮助我们 再加上这里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使我很快就融入到了美国生活 我印象最深刻的学校活动有Unity Day和Discovery Club 在Unity Day的时候各国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表演特色节目 然后他们会拿出自己国家有特色的食物 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我经常喜欢参加的另外一个活动 是Discovery Club组织的旅游活动 它会带我们去到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各个城市 而且活动时间非常自由 我很乐意参加这样的节目 我在IOP的留学生活很开心而且很快乐 这里校园环境优美 每天认识不同的人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十分鼓励大家来IOP留学 这里有很好的学习氛围 老师和同学都很热情 而且专业优秀 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对于想留学的同学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认识应该没什么 对于想留学的同学 订阅 我认识在你选择 我认识在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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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